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亨通 飞黄腾达 报纸归我了 报纸归 孙管先生跟你找来了 报纸归 孙管先生跟进注来了 婚人士 孙管先生dalena 肯进离开殴下 参照兰奏 先生 我这阵子凶啊 有点闷 还喘不过气来 你给我算算 怎么回事 孟爷 贵府乃前清遗留下来的富豪宅院 时间一久了 自然就会被一些冤魂野鬼之类的 不祥之物所笼罩 所以本仙掐指一算 要想治好猛爷您的凶闷气短 那至少要舍出一根金条来 让本仙为贵府大变风水呀 来人 你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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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 我的样子 炫 怎么开车呢 想跑是吧 哎 站住 哎 哎 哎 怎么开的车 说你呢 路上有水没看见吗 这是我们哥俩新买的衣服 弄脏了怎么办 小兔崽子 你跟谁说话呢 动手 怎么开老兔崽子呢 我告诉你 没人敢在我面前动我爹 大家打听打听 千江市没一个人敢骂我 低调 别给千江市的人民丢脸 我告诉你 我来这可是考公务员的 说白了 我要是出了意外 这千江市可就少了一个人才 未来的国家动量 说得好 很好 刚才那位小兄弟说什么 说你是国家动量之才 你这么又把握考中吗 第一名 我不敢说 但是前三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吗 那咱们就试骡试马 拉出来溜 若可呀拿上我的名片 开车送他们到市政府招考办 也算是我对二位兄弟道个歉吧 您好战士大好意思吗 我新年 哎哟 蒙爷车走了 哎哟 蒙爷的车走了 你说说 这深更半夜的 啊 怕缠奶奶的 腾腾倒地 哎哟 孟爷让周葵亲自把人给送来 那是什么样的关系 绝对的亲之近派 万一这俩小子考不过 孟爷他 你这个田良处的处长 我这个警察局的局长 这无纱帽还有吗 所以说 别人连给市长提携的机会都没有 这可是天大的机遇 不就是打个地铺吗 有了 我看就给他俩考一个慈善处的闲职 怎么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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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般皆是命 算来不有理 你信不信 我能为你盘命令 看您这身姿相貌 一定是有钱人吧 嘿嘿 你面前这道菠菜龙虾卷 扇贝鲁笋泥 就是中西河壁 如果唐纳德先生继续和我合作 咱们共同打天下 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新世界 怎么样 五百弹军粮 八十万成就 我喜欢中菜 但更喜欢西菜 想知道种不种西不西的河壁菜 我喜欢 你小子在外边 低价收购粮食 囤粮 你高价转卖 还跑到这儿来敲诈我 No No You can't make my point 虽说我只是个牙医 但我懂得和其身材的道理 如今这个情况 各地军需都非常进去 五百弹军粮 两百万大样 好 尊敬的唐纳德 狗蛋先生 你要不是披着一个假洋人的外衣 信不信 我现在 就能让你的脑袋 变成帅子吗 话不能乱说 会遭天遣的 去 去 小姐 你命犯桃花 是上天注定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这是通灵水晶 就是他告诉我你在这里的 哥 不是 你 怎么打人呢 他打你 没事吧 OK 有件事不知当长不当长 孟爷 有人要杀你 好 要杀我的人 可以从这儿 排到你家的门口去 但是你要知道 想杀我的人 他必须 先得死 来人哪 从地方肚子逃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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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不好 你偏囊 什么事差点没了 看走一眼了 快走 偶然都给我回家 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 龙爷 现在送你上路 快走 快 你们俩看着别让他跑了 想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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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上 我 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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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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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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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头 大头 死我了 撤 美 真美 但是不适合咱哥俩生活 哥 咱俩还是回乡下杀猪开饭店 我还没想到你爸 在这考试没结果也没钱 你还梦想着当厨子呢 你说刚才那个假娘们要杀的那个张猛 是不是就是那天送咱们去考试的那个张市长 你是说那老头 那老头人挺好的 那天咱来的时候还留我们住一宿 那螃蟹太好吃了 我自己吃了十六个 流银 你说我以后要是每天都能吃上大螃蟹 那该多好 谁还能解决的问题 那就不是问题 问题是咱哥俩现在没钱吧 走 但你敢不要大的 大的 咱来的时候路口有一家饭店 挺大的 是吗 万一 咱俩好歹也算是狭义之事吧 正经生一人我们不能动 富儒老弱不能动 脱家带口不能动 漂泊在外不能动 孤苦凌精不能动 那啥能动 有钱的坏人能动 择日不如壮人 走 走 孟爷慢点 想测杀我 想测杀我 通知那个白万财 全程给我缉拿那个叫肚子疼的 是 另外通知天良处的人剑 十天之内给我准备五百弹军粮不得有物 是 这假洋鬼子 狗蛋唐纳德说有人想杀我 我早晚让他死 孟爷 这次面向社会招考的公职人员 应该全部结束了 一大早 人事局已把任命报告送过来了 都有谁啊 新任教育局长杜昌廷 新任卫生局长柴俊 新任慈善处长范满金 范什么 范满金 谁啊 就是前几天您给他道歉的那个主 考了第三名 道歉 这小子 考第三了 人才啊 慢点哥 快快 快进来 这小子 我的天哪 太美了 好 这边 我的天 笨死你得了 给我放着 你有没有点正经事 放着 放着 你这个假羊滚的在跑 大哥 这个羊衣行不行 放着 快走 走 快点 走 怎么办 快点 快快快 快快 走啊 快去快去 我只是给阿姨啊 你阿姨这么多东西 你会我是吧 赶紧的 快点 对大夫温手点 快去 拿去花 拿呀 不 拿呀 赶快 别动了 冲枪正疼 麻醉药 不用 救 不 太不像话了 要不是猛爷送来的人 他能当上慈善处的处长 别说 咱们是考官 再怎么着也应该来看看我们吧 爱人兄 你就是目光短浅 人家自然有人家的道理 你想想 猛爷那么重视他 将来一旦猛爷掉到省里边 那既然是长的肯定是范满亲的 没关系 人家不来看咱 咱就去拜会拜会人家呗 反正我就不信他不拽着这根绳往上走 这根绳往上走 剑修 真是之保甚远 我白某人真是毛色顿开 大哥 怎么样了 慢点 大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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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我说趁警察来之前你们赶快走吧 对 对 大夫 不好意思啊 我把你这弄挺乱的 我刚才给你那金元宝够赔的嘛 我刚才给你那金元宝够赔的嘛 够 咱们两清了 好 好 那我跟你聊点别的吧 你个假洋鬼子 老的读书可不少 你蒙不了我 你 你说我老二小 不能认 什么 什么 女儿 你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东亚并服 这更不能认 我对不起 你死了 不要说我 我不能认识 你不认识 你随便 这二十 好 好巧 又见面了 我就说你母亲缺我吧 我说实话 各位好汉 其实我们哥俩来也是想了结这个狗贼 没想被两位好汉抢先了一步 大安不言谢 对对对 你们什么人啊 童大童人 快 两声是从这传出来的吗 是 学长 给我搜 是 等等 把枪放下 误会 搞错了 搞错了 这 这 这不是 范处长吗 范处长 您不知道 我们哥俩为了您的考试那可是费了大劲了 您知道吗 咱们国家公务员考试那可是要资格要求的 这第一点就是必须得有学历 这第二是得通过县里的参议员或者是得有三年的镇长职务 我们哥来担心你们两个不够资格 我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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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你们的资料没带齐 所以我们就给你弄那个 那个 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证 谢谢 谢谢二位仁兄 按理来说吧 按理来说吧 我们帮你这么大的忙 你们哥俩怎么得登门拜访给我们意思 死鬼 但是 我们不是那个那么较真的人 只要是张市长喜欢的人 我们是很仰慕的 对 我们特别仰慕 张市长 对 平时我们都是猛哥亲弟都这么称呼 所以一时没听习惯 没听习惯 对 范处长 我就知道您跟张市长关系不浅 以后我们哥俩还得麻烦你在他面前多美言几句 小言 小言 还没明白咋回事就谈谈处长了 哥 那慈善处咋做慈善 叫我范处长 阿姨 这关厂是有关厂的规矩 懂不懂啊 你得注意我的身份 你给那个 看给猛爷开圈那个周魁 你得跟人好学学 那学 你敢拉倒大 那我还不如回老家杀猪开饭店呢 不是 你不定一万块钱小目标嘛 那爷 自古得迷心者得天下 对不对 咱俩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这个机会一旦失去了 这一万块的小目标 咱俩咋实现啊 再说了 这搞慈善 是镇计老百姓 这是什么 这是善决 对吧 老百姓一旦拥护咱俩了 咱俩干的这事 何止用钱来衡量 所以 现在最重要的呢 是轰轰烈烈把慈善做起来 那所有问题 都不是问题了 问题是咱俩俩现在没钱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嘛 自己想去 哎 怎么去啊 我要为了慈善事业打击出去 等我一会儿哥 等我一会儿 上车喽 听说你是剑桥大学毕业的 人才 马马虎虎 我们哥俩今天来 即使是来感谢张市长的 对 对 那个范厨长是特意来感谢您的 哎 哥 剑桥大学就是建筑大桥的嘛 哎 你不懂可别瞎说 啊 你既然留过洋 那我就考考你了 考考你 西方的西方的星象学没有啊 所谓的 所谓的星象就是 星座 对 星座 它可以通过星座看出您的运势 您的性额 好 那你就说说我的星座吧 不知道张市长想占卜什么 我千江市市长 上海有我的布行 苏州有我的岩铺 我算是富家一方啊 可是呢 我经常啊 胸闷 胸口疼 恶心 还经常做噩梦 蒙耶 这个要按异性来说呢 这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 我曾老师说过 梦是愿望的满足 您的胸闷 心痛 做梦等症状 您 您这是相思病 好 苦了 这些 张市长好 好 不话说得好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 我说 杜少平 你这个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 你这火准备怎么烧啊 请市长放心 教育乃立国之本 卑职定会把国民教育放在首位 鞠躬尽瀉 不辱使命 说得好 谢谢市长 范处长 范处长 你好 请您说一下 对我们千江的慈善工作有什么看法好吗 我觉得要谈慈善 我们应该先谈一谈千江的社会之安位 目前千江是道理商举 拿不开这里 治安问题不好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命 范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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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说一下 最近呢 发生这个袭击市长以及美籍华人唐大德刀枪事件 究竟是何人所为 目前这个案件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这个后果很严重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居然有人想行刺我们市长大人 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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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您谈谈您为什么会遭到刺杀呢 这个吧 对 今天我们是新官就职的答谢酒会 有什么问题 咱们下了会再谈 咱们去那边吧 下了会再谈 铲除汉匪 诚治奸商 我慈善处处长认为 不消灭他们 我们的黎明百姓就将身受其害 我们一定要将他们彻底铲除 对 说的对 对 说的好 说的好 好 好 对于这些毫无人道的匪徒和奸商 一定要彻底铲除 彻底铲除 对 对对对 历长 大家都给我喊一遍 赤胆忠诚 系民众 团筋分筋 保平安 赤胆忠诚 系民众 团筋分筋 保平安 长得哥们儿 没事吧 我给你拿两盘头 说拿亥匪肚子疼 那你们都得拿出玩命的劲头 大家都齐声声的啊 再给我喊一遍 赤胆忠诚 系民众 团筋分筋 保平安 赤胆忠诚 系民众 团筋分筋 保平安 好 老板 走 等等等等 范处长 范处长 范处长啊 我这正在楼上开会呢 你 你怎么把我的警察队伍集合起来了 对啊 我让你的警卫队长集合啊 咱俩不是平级吗 怎么 你的人我不能用啊 兄弟 是平级的 当然能用啦 完璧 出发 上转 好使 欺负人 太欺负人了 可我是同级啊 我警察局的事 什么时候轮到他慈善处 直手画脚啊 白人兄啊 消消气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哎呀 让他去折腾吧 要是真把那肚子疼给解决了 还真解了你心头之恨 他说抓肚子疼去了 可他去唐纳德那儿了 你说什么 唐纳德 唐纳德什么德性 你我不清楚吗 万一他顶不住 把咱们勾结洋人 私吞军粮 非法倒卖的事说出去 你我都得掉脑袋 我肚子疼 肚子疼 有什么 我现在脑袋疼 真的是因为老二 谁是老二 老二就是小弟弟 哎呀 老二 你心里挺多呀 他俩都叫啥名 还叫啥名 就是我已经成太家了 不对 不对 你好好地跟张市长 在冰河饭店谈买卖 他肚子疼 怎么着就跑去把你俩给杀了 这不是巧合吧 肚子疼为什么要杀我 我真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肚子是真疼啊 来 给你弟弟洗一洗啊 洗一洗 我连恨两行 私自存粮 哄台无价 自己变亡 好 一个牙医倒卖粮食 他有营业知道吗 这是违法的 你们警察局就没有责任吗 你别看他 还有你 我这是在执行张市长的意愿 孟爷他 还有整个千江市的人民 都是支持我破获此案的 是 是 市长大人是让您铲除那些匪徒 您这是干什么 可是 您连肚子疼都没调查 我要调查都 正告突破 懂不懂 你干什么 你求你 给我颜面这 我告诉你 这个事我该查谁我就查谁 别说你们俩 不认识 就算张市长 我也敢调查 一 二 三 四 人王 要怪就怪范满金范处长 收声的太长了 用我们警察局的人调查常大德不说 还调查我们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都调查到我头上来 你们不觉得脸红 不觉得内疚吗 市长大人 您说的是 为之爹会做深刻的检讨 可是现在唐纳德被抓起来了 我们十日之内筹备军粮的事 这狗蛋唐纳德早就该抓起来 也闭了 你说什么 你们田粮处到现在筹到一斤粮食了吗 我再给你七天时间筹不到粮食 你们俩都撤职 七天 那时间太紧了 紧哪 三天 还是七天吧 你们知不知道 董大帅马上要来拉军粮了 没有粮食那是要掉脑袋的 掉脑袋 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没听见 听见了 听见了 看什么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不 我已经跟你说了 我们俩是不可能的 不 不 以为你是我的亲哥哥 我是你的亲妹妹 好天哪 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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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猪啊 他俩是亲兄妹 不 我不放 啊 那么巧合 我不放 下 哥 这还乱信 别动 我们看看情况再说 快点快点 上 上 他们有武器 长梦颜还得给我打呢 上 快点 干他 干什么呢 你们 哪来的 这叶戏没你们 哪来的 你们干什么呢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 你问我 你怎么了 你跟谁说话 跟娘们似的 说谁娘们了 说你呢 他是叽叽歪歪的 导演 他打我 还导演 你们几个太欺负人了 你那蓝铁小姐倒着眼 误会 纯手误会 导演 误会 我们拍戏呢 一场戏很贵的 你知道吗 都让你给毁了 不好意思 我们两个是来找蓝铁小姐 不好意思 误会 误什么会 臭不要脸 很恶人 蓝铁小姐 是这样的 我们哥俩 这些人绝不是来探听您和张市长的隐私的 有一个叫唐纳德的狗蛋 他哄抬物价 大量的囤私粮 而且这批私粮已经关系到整个千江市老百姓的生活乃至生存 所以呢 这种事情你怎么来找我呢 你应该去找张市长 蓝铁小姐真会说笑 我们哥俩呢哪有那个权利啊 要不然也不能来麻烦您呢 我们只是想给老百姓做点善事 对 对了 忘了介绍了 碧人市千江市的慈善处处长 范满金 还希望蓝铁小姐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 作为慈善处的处长 为老百姓做贡献是应该的 张市长牵扯到什么粮食案 这种事情我真不清楚 不是 您不是千江市市民吗 我还要拍戏呢 不好意思失陪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手大牌吗 唐纳德 白万财 人剑 这三个人的关系我们基本上都清楚了 但是这三个人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或者说是有着什么样的阴谋 这一点唐纳德可是没有说 我说啥 我就够意思 咋 哎 那俩小子那么逼我 我都没说你们把粮食地价卖给我 我才高价卖给政府跟老百姓 现在市面上的粮食是十五个大羊一十 一蛋 一蛋 按照你说的 他们俩卖给唐纳德最多也超不过十个大羊 可问题是他们俩瘫了多少钱不是问题 你说他们为什么探完钱以后没人追究这件事呢 没人追究 那是我们冒了生命危险做了手脚 一千斤的粮食啊 我硬生生地说是发霉给销毁了 他们胆子也太大 如果他们的背后没有珠谋 他们怎么敢 我们哪敢 但是有人敢 是猛爷背后支持我们做的 这其中的差价我们哥俩最多也就是拿一半 剩下的都将猛爷给拿走了 上一次卖粮食的钱你还没给我 钱不给何爷 你把粮食拿给我 拿来啊 拿粮食来啊 现在猛爷逼得我们都快崩溃了 我告诉你 跟猛爷斗没有好下场 乱的头 没错 这下清楚了 白万财和人剑只是两颗棋子 而我看那个猛爷才是真正的大老虎 小姐 您的电影演的真是太好了 谢谢 您所有的电影我都看了 真的吗 大师 您好好说话 大师 我最近呢 凶闷 气度了 这脑袋还迷糊 您帮我看看 我是不是要遇到雪光之灾 我且给你算一算 快点了 你这个面相在千江市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人前也是人五人六了 可惜你的职业不好 你是个戏子 到处逢场做戏 生活中在演戏 工作中也在演戏 没办法 接着说 会用 痴迷多少事 觉悟在当下 你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改邪归正 把你所有知道的种种恶行皆是于众 告诉所有人 你要得到神的宽恕 适配一下 否则 您必将遭到天前 天中无地面 五雷红顶 过来好好听我说 生不如死 死无葬身之地 我看死无葬身之地的应该是你的二位吧 好巧 知道的越多死的越快 兔子湖碑听说过吧 有善心做善事也要量力而为 别以为自己会几下子狗袍 就可以翻江倒海调查猛烟 当心血光之灾 阿姨不像是 对了 如果范处长真心想为老百姓做善事 那我兰婷愿意为范处长任何善事 做慈善大事 再见 有点意思 快胡掌 天真的 不 稀第二 那个 怎么了 白人兄 咱们兄弟俩现在可是上了一条贼船了 关键时刻 咱们可不能离心离德 白人兄 我人某人那是大难临头各自非的主吗 那就赶紧想办法 不能让范满金那小子继续查下去 你说咱俩当时要不是给他考这试 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局面 整得我天天在猛爷面前巴巴的给他说好话 这倒叫今天一个霹雳 没怕他批死 把咱俩给批蒙了 事已至此 赶紧的想办法吧 我说 你的搜主意多 我那叫足智多谋 对 依我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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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疼 肚子疼 你妈喊你吃饭 怎么回事 不是看过西洋医生了吗 怎么还有人 你先咬我五遍 咬死我了 大哥 大哥大哥 恭喜你啊 又上通缉令了 这次杀你的不是盲言 也不是白蓝财 是新来的慈善处处长 范满金 范满银 是 谁 谁 谁要杀我 范满金 范满银啊 狗蛋先生 欢迎欢迎欢迎 来 里边请 我 里边请 我 我 我 请坐 请坐 坐吧 这是怎么了 狗蛋先生啊 你看看 我给你准备了多少 中西合璧的菜呀 是不是 求我这个记性 狗蛋先生是不喜欢吃这种风味的 喜欢 孟爷 我真心愿意跟您合作 您要是愿意带着我 那咱们就共同联手 建立科学民主的新世界 这么说 五百万的军粮 八十万大洋成交了 那 所有的粮食 愤文不取 全都送给孟爷 好啊 既然你狗蛋先生如此大肚 我也不能小气啊 是不是 周哥呀 爷爷您说 去通知后厨 最近狗蛋先生身体欠佳 让他们去做几道 滋阴补肾呀 反正就是大补的菜 不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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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孟爷 孟爷 小弟已经告别传宗接代的使命了 现在只求孟爷发我条生路 赐我草棚一剑 两次残生吧 这倒是好办呀 周哥呀 马上通知监狱 给狗蛋先生准备一个豪华的担尖 明白 四劳 孟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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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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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张的 你真狗狠 现在想别狗 走 快走 快走 你这个田良处处长 玩忽职守 还有你 警察局局长失职 我决定 撤销你们俩的职务 不是 市长 市 我宣布 人呢 这儿 田良处处长 警察局局长 全部由 范处长兼任 人才 谢谢市长 孟老乡亲 我是本次慈善活动的形象大使 蓝天 本次正在活动的宗旨是 善心 爱心 博爱之心 希望更多 有困难的百姓 能得到扶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哥 市长这么气得我们 不像咱们分析的是坏人哪 没那么简单 就怕这是孟爷舍的陷阱 我想那么多了 先把慈善做好 对对对 哥 只要咱哥俩诚心诚意 咱们就是慈善家 你现在是田良处处长 有石悬吗 你说得对 咱们就这么干 开仓放粮 太好了 太好了 下面我宣布 放粮正式开始 谢谢 我的 谢谢 来 一个一个来 为兄 为了革命早日胜利 已将粮草全部废弃 请大帅速派人来接狱 大帅征战四方 荣马生涯 乃替天行道 为一方百姓抛头颅 咋热血呀 王爷 您这后面这句话 好像把董大帅给说死了啊 对对对 那就这么说 大帅为了一方百姓的平安 立下了汉马功劳 撒向人间一片金色的光芒 这词可真好 谁想出来的啊 王爷 这词太有才了 发出去了 终于把这粮草的事情给解决了 也除去我心中一块大石头啊 你干什么 放开 你别过来 什么药都没用 强心寄来了 没查找我们 把他们自己给折腾死了 他是不是疯了 快把这个钱给上去去找看 他是不是疯了 快去吧 别过来 出大事了 范满金这俩小子把军俩给放了 全放了 放给老百姓了 你说的是真的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还都不可能 笑 霜天哪 大地 是谁帮我出了这口恶气 什么 爽 走 去找王爷 什么是他 出谁了 王爷出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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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大事 你别打了 王爷 这放板金放的军粮跟我们没关系 是啊 和我们两个根本没关系 是天良出的事 还在狡辩 你们两个笨蛋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的心思还不了解吗 你们没脑子 要你们两个废物有何用 您已经把我给撤了 他调查我们 我才想让范满金接替你们俩的位置 是想让他背上跟唐纳德私卖公粮的黑锅 没想到他们竟然把军粮给放了 王爷也不能悬怪我们 你也没跟我们交代 而且我们也有顾虑 是 说 你和那个范满金你们关系密切 你们是亲之近派 有些话我们不好说 狗屁的亲之近派 当初不是你们俩说的他是剑桥毕业的高材生吗 是啊 啊 啊 哎呀 别打啦 赶紧把这两个混蛋给我抓起来 去 保护粮食啊 快去 是 是 范处长上任了以后呢 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做了这些膳食 这些人也正是他的正义 感动了我 咱们也快了 干什么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范处长 拿饭满金 拿饭满银 给我抓起来 看你们谁敢动 白局长 你这是干什么 兰婷小姐 我们是奉张市长的命令 什么命令 把私放军粮的犯人抓起来 拿来 是 是 一个想杀猪开饭馆的厨子 一个玩水晶球 塔罗牌 想坑人算命的骗子 能耐 能耐 呸 白人兄 都骗到我们和孟爷的头上来了 白人兄 给我打 我没骗你 闭嘴 我是我们骗的 那考试和剑桥大学都是你们俩给办的吧 二屁 不准胡说八道 我们俩被你们玩惨了 丢官罢职不说 啪啪啪的嘴巴子 再无人赌 不许笑 笑什么笑 当我心中的女神来到我的面前 我的心情有点激动澎湃 心脏甚至忐忑 今天 应该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张市长 军俩已经发放完了 即使你把他们千刀万剐也无济于事 他们的善决很深入民心 一旦你把他们两个都杀了 你将名垂千石还是遗臭万年 这个问题 你应该好好思考思考吧 我一直在思考 对于这段没有结果的爱情 我该不该说出来 兰婷 我应该是 一直是单相思地暗恋你 以您现在的权力 您可以用您的方式 来拥有您想拥有的一切 可是您并没有那么做 是的 我是想拥有你的心 而不仅仅是你的人 正是因为你的冰清玉洁 你的朴实善良 打动了我的心 你才成为我心中的女神 正是因为您对我的尊重和台爱 所以我今天才来登门拜访 是想求您把他们两个给放开 好 张市长 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太可以了 我们是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那好 对 是我冒昧造法 到辞 我真相信 对 我可相信你 算得可准了 好 那我就就你一次 把你的手伸出来 手 大师 您不是看相吗 我告诉你 面相只是皮 大师说的对 要想破解你这个谜治好你 我就得先看看手相 来 把手伸出来 再伸进来点 再来点 大师 你离我 离这么近干嘛 离得近 咱能看得清楚吗 可是 可是你不是看手相的吗 他打我 幻觉 幻觉 一切都是幻觉 感觉 倒 都是幻觉 快点 把钥匙偷出来 现在不是幻觉了 喂 市长大人 他们俩 凉了 这个不作死就不会死 市长大人 将你下命令 明天我就要这俩的狗命 我让你把他们俩给放了 啥 你没听见吗 听见了 我没听见 听见了 就算我放过他 肚子疼也不会放过他的 这部电影 我看了一千零一次 今天刚刚看到结尾 难道说 我刚刚开始啊 就要聚中了 来人哪 有逃犯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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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别动 你干嘛 快点 漂亮 漂亮 达大哥 漂亮 达大哥 还真的 达大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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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 达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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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这边 达大哥 老爹也要帮我们俩 哥 咱们现在可是逃饭了 我们回老家吧 可别在这儿做梦了 回老家杀猪开饭店吧 请你的 回家杀猪开饭店 这可是你说的 哥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没想到吧 又遇见了 哥 这事真没那么紧的 肚子疼又来收拾咱俩来了 你们不是要抓我吗 小兔崽子 之前要不是你们开仓放粮 我这三枪就打在你们身上 小兔崽子跟我吗 达大哥 大哥 大哥 好汉 不归我们了 跪下 好汉 上次一遍 你杀贼的影子始终在我脑海中汇智不去 我们两兄弟也想效仿于你 可无奈没有机会 好汉 如果您会嫌弃 我们兄弟二人愿与您八拜为交 结为异性兄弟 您可怎么样 还不快跪下 哥 房子太近了 下不去 来人 拿我刀来 王爷 已经联系上王参谋长了 董大帅那支队伍 已经奉命到千江来取军粮 依我看 你三十六级走为啥 走 我为什么要走 走了就不打自招了我 那怎么办 怎么着 主快 带上一百根金条 赶紧去见董大帅 探探他的口味 对 另外告诉他 这个私吞军粮的事都是犯满金做的 快去 是 没想到栽在他们手里了 你可我干啥 我怕疼 你可我干啥 我也怕疼 苍天在上 本而言为证 今日我肚子疼 与藩满金 藩满银两位兄弟 结成异性手足 今日即 我们必将同生死 共患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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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相闻 我杜某人 出身于父鬼人家 老年 留学东洋学医 好深感 他本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确 如何的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 施重的材料和干渴 病死多少 也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第一有 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于是 是 在下 在下 去英国学习戏剧表演 怎想 回国后发现 一时足而至荣辱 可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然散尽家财 不足以救天下 终沦落成匪 你 我听明白了 来个拦紧小姐是同行 你知道的真多 倒酒 倒酒 那你怎么又从军了呢 还当了个团长 好 你大哥啊 蜀孙猴子的 可以棋之二变 这是玉皇大帝赐给我的神通 你大开恨 大开恨 大开恨 二兄弟 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俩 已经开场放粮 做完慈善了 所以呢 我们回乡下 杀猪 改变地 对 你好 赞财节粮都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要以其人之道 管治其人之身 只有将强占粮草危害一方的贪官污吏 全部铲除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怎么样 兄弟 跟我干 算你们一票 今天要是 我加入 干票大了 你速死啊 干 没抓住那帮坏蛋 他们就走吧 窝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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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憐 老天 我给你找一趟 走 走 快点 走 任助长 又吃算了吧 饭 你干什么 左眼 肚子疼 不疼了 您现在得叫我肚团长 没想到吗 孟爷 我现在回来杀你了 这市长也做到头了 别瞧你穿这身军服 我照样看得出来你是个厌品 我厌不厌这事搁一边 您看看这是厌品吗 什么 你这市长是做到头了 我犯了什么罪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要见你们董大帅 张市长 你干的坏事 让我们背黑锅 让你失望 我们就是奉大帅之命 来抓你们 你们谁敢抓我 你们谁敢抓我 我跟你们说 要想我死的人 都死在我前头 这是个咒语 这就是您不对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整咒语 现在讲的是科学 科学 来啊 就地正好 大哥 大哥 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吗 谢谢 谢谢你能来看我最后一眼 我们是朋友吗 对 朋友 朋友好 有朋友好 有朋友真好 作为朋友 我想跟你说几句真心话 是 一个位高权重的萌业 为什么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水能载轴 你能负轴 事已至此 我觉得你应该认罪伏法 要比与罪恶继续争长 轻松得多 说得好 很好 作为朋友 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你 外面的部队是假的 他们的军装方号 都不是董大帅的部下 哦 再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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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鸭子带来 ающ är det intervinsen j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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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跟我走 走 让开 这什么情况大哥 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 谁跟谁自己人 不假的 吓一跳吧 你什么套路 你到底哪一话能听 我毕业于英国爱丁堡表演艺术学院 这是真的 论表演 你们俩就管我叫天 开开玩笑 我就 我就说回开饭店 你非不停 王爷危险 啊 大帅救我来了 我看你们谁敢抓我 你们都知道我天头 谁敢抓我啊 等等 王爷 不危险 既然 既然已经磕了头了 干吧 不是 干啥 你就是要干 我们跟几个 走吧 不用走 我等这天弄好久了 今天必须跟他们拥 行了 没了 大哥 哥哥哥 勾钱就来了 弄他吧 我去 好东西 来吧来吧 哥哥们 过年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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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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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 你打算怎么处置范满劫 别说他 先说你 李家出走的事你也干了 耀眼的大明星你也当了 你还想怎么着 还想上天 作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凭什么关我 凭什么 就凭我是你爹 我能走到今天全看我自己的努力行吗 小祖宗呀 小祖宗 你给我留点面子吧 细一字 细一字 这要传出去 你让我大帅的脸往哪搁呀 你赶紧给我收拾金 等我收拾完张猛这帮坏蛋 马上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就是不回去 爸 范满劫你到底放不放啊 起立 下面我要向大家汇报 警察张猛在任期间 仅去年六七月份 就伙同下属贪污公款五十二万元 私吞公粮非法盗卖一百万元 收受下属贿赂五万余元 并且利用职权撕开商行 非法获利黄金一千两 这个大混蛋 张猛死不足心 对了 还有他派他手下贿赂我的一百个金条 算上 算上 是 还有 原田粮处处长任健 与原警察局局长白万才相互勾结 他们还联合美籍华人唐纳德狗蛋 低价屯粮高价倒卖 今年五月白万才提用公款 非法获利四十八万多元 以及任健 从桃园等县收购盗谷中 非法获利四百多元 马参谋汇报完毕 杀 杀 坚决地杀 这些人应该凌迟处死 碎尸万顿 换我的命令 杀 把罪犯 张猛 人剑 白万才 以及他的同党 板地金 大帅 范满金 对 范满金 范满银 对了 还有那个冒充军官的叛匪 一同判处死刑 剥夺公权终身 其他政府涉案人员都押入大牢 另外 市政府有参与这个案子的人员 全部押入大牢 等候处理 是 快点 下车 都下来 快点 下来 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啊 快走 我觉得我回来会送死 你一个脸 谁也不停 快点 快点 走 走 快点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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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愿你 我现在就靠着呢 要不然一斧刀 把你脑子披着冬半球和鸡半球 我要回去杀猪开饭店 爹 你误会他们了 他们是好人 你怎么提他呀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你千万别跟我参与进来 那两个人肯定和张猛有关系 不然怎么会在千江兴风作浪呢 还胆敢把我的粮食给放出去了 一求之可 爹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 是 他们俩是把具粮给放了 那也是究竟老板兴了有什么不对的呀 再说了 他怎么可能是张猛的人呢 他要是张猛的人 怎么可能在你来之前 就把张猛和那些贪污犯全抓了呀 你说的有点道理 那就是他们不用枪毙了 可以加官进决 哎呦 天呐 爹 你赶紧下令放人吧 要不然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吗 咱俩都那边接着干 连老人家一路走好 壮事先行 我告诉你吧 想杀我的人哪 都得死在我前头 这是咒语 咒语 行了行了 别叨叨了 杜大哥 跟你作业回兄弟 一起为老百姓做好事 我不后悔 满音啊 哥跟你说一句心里话 我现在只想见蓝亭一眼 哥 你到那边一定要听我的 踏踏实实的 咱哥俩杀主 开饭店 好 好 哥听你的 预备 枪下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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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帮小兔崽子 本来要特赦你们几个 没想到死的这么快 这不是没死吗 猫爷 你死到我前头了 猫爷到了吗 到了吗 你们没想到吧 还能活着 你们有什么要求都给我说出来 我一一满足你们 小兔崽子们不给我面子 拿出去逼了 爹 不能好好说话 行 我就是怕你 你们不说 我就给你们安排了 你拉肚子 爹 人家叫肚子疼 肚子疼 肚子疼 那不就是拉肚子 对 你抓住张萌有功 我给你个机会 给我做警卫 好 谢谢大帅 满地金满地银 你们俩对千江也做出了贡献 你满地金当市长 你满地银当警察局长 大帅 我叫范满金 我叫范满银 名字就这么改了吧 满地金满地银 好听 大帅 我们不想当官 我跟我哥回乡下 杀猪开饭店 我这点出息都没有 就这么定了 谢谢大家 你这头猪 你这头猪 那我逗你了 那我逗你了 我呢